6月尾,在丁柳橋發生了一宗電泳電單車意外 意外過程被俗稱汽車客後爬低,上載到互聯網 片段除了幫警方掌握到失事原因,更引起大眾對汽車客後的關注 全港現在大約有二萬多部車已經安裝了這一種載路景功能的拍攝設備 究竟這個汽車客後為何不受車主的歡迎 吳嘉樂早前都安裝了汽車客後,為何它有這樣的設定 上次一個交通之外,就是因為人家的女人媽互亂吉線撞到我車 當時對方就不認,反而說我近時撞到,當時也搞了很久 或是起事不認,上庭,又做證人,最終都貫獎對方的車手不加車 都賠償了我的損失,但是,經過這個意外之後,我們自動裝這個汽車客後 在加車之外,巴士及即使已經陸總共裝汽車盒盒的了 你對於加車賺食的司機來說,又有些甚麼保障呢? 在錄影方面,就說,果然得到錄影了,有交龍之外 誰隨時隨機的時間,亦都可以得到一個證據 至於話說話,仍然我都可以幫助到乘客和司機做一個認證人 因為理解,我這部機有錄影的,我只跟司機講起錄影的時間 根據如果那個地圖,有沒有繞路的時間,亦都會有問題 過去黑客所拍到的片段,在法庭上,才可以成為阻證 我相信香港的錄影大的話,還未必定是一個確定性的成功 因為很多時候,有些東西可能錄影大一個人想得到的 可能法庭都會做到的事情,有沒有車架的空間 有沒有車架的空間,有沒有車架的空間,有沒有發車的空間 所以法官都會考慮所有的證供人,包括證人所說的證供 可能會看黑客物理解的證供 還有看其他專家的證據,才可以認證的辦公 政府有沒有需要去立法,剛才司機去安裝這些節目的事 但是立法呢,去到另一個層次了 不是,不是,暫時是不需要 我們都相信,在一個駕駛界,裏面有一個阻駛 就是當他們做一些那些事,就會有一個景點 就是會被別人讀低,所以整體來的,如果越方車 是有移動的設備,我相信那個搞到安全系數會提高的 已經在傷害者,又自稱是針對的,之前看是不需要 是保持一部,當他們在各個地方 我們身遊玩的對方是,可以認證快 為何不需要那麼多? 怎麼可能是相關獨自驅動的 誰呢? 我相信, Scripture看他們會怪我